纪念老爸升空60年 美国首位太空飞人之女将翱翔宇宙 据法新社近日报道 首位进入太空的美国人艾伦谢波德之女劳娃 谢波德彻其力将成为 今年12月初美国蓝色起源公司 太空之行的6名乘客之一 在他的父亲实现历史性飞行的60年之后 他也将跨越最后的边界 不久前 杰夫贝索斯的航天公司宣布 将进行第三次载人飞行 并计划于12月9日 从美国德克萨斯州西部起飞 报道称 开航班还将包括4名付费乘客 商人迪伦泰勒和艾文迪克 以及莱恩贝斯和卡梅伦贝斯父子 报道介绍 蓝色起源公司的火箭自开发以来 就被命名为新谢波德 以纪念艾伦谢波德 艾伦谢波德的女儿劳娃谢波德彻其力 在蓝色起源公司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 我觉得一个货真价实的谢波德 要乘坐一辆新谢波德飞行 这太有意思了 他补充说 我为我父亲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 记悉 1961年5月5日 艾伦谢波德进行了一次15分钟的太空飞行 在谢波德升空的23天前 进入太空的第一人苏联人尤里加加林 完成了历史性飞行 艾伦谢波德 也是迄今为止登月的12人中的第五位 他于1998年去世 报道还称 谢波德的女儿 不会比他在太空里待的时间久 因为蓝色起源公司的亚轨道飞行时长 总共只有十几分钟 该公司之前的两次飞行 曾将亿万富翁杰夫贝索斯 本人和演员威廉沙特纳送上了太空 后者曾在著名的星际迷航系列电影中 扮演柯克船长 布医村